在北京喝京酒 这里是由京酒为您特约拨映的脱口而出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出国了 在美国旧金山买了一大别墅 多大面积呢 从前院到后院 两个小时时差 从我们家客厅回卧室 得办签证 要不然就算月镜 因为跨国界了 要是赶上大使馆拒签 我就得在客厅忍一宿 要不然算偷渡啊 家里有一花园 花园里头养着狮子 老虎 狗熊 谁也不敢进去 花园里有一人工壶 什么黄花鱼 大闸蟹 麻辣小龙虾 想吃什么随便捞 家里头那个佣人 世界各国的都有 根据需要使用 比如说我要吃那个法国大餐嘛 都知道 头一道菜 烤白薯 一掰开这白薯一看 一看这白薯 白沙的 就让这个欧洲用人给我上 一看这白薯红然呢 让美洲用人给我上 一看这白薯烤糊了 让非洲人给我上 一掰这个白薯黄然呢 就只能自己上了 抱着白薯啊 一痛啃 突然呢 我听啪一声 有人抽我一大嘴巴 我抬头一看呢 我媳妇在床边坐着 碰着我直瞪眼 方金平 你不老是睡觉 你啃我脚丫子干嘛呀 随着世界经济的 飞速发展 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大幅度提高啊 旅游已经成为 人们休闲度假的 主要选择方式之一 昨天呢 是9月27号 就是每年一度的 世界旅游日 去年世界旅游日的时候 我也响应节日的号召 出国玩了一趟 由于这个语言不通啊 找酒店是一麻烦事 不过难不倒我 我看酒店牌子上 那个星 五角星越多 这个越高级 我呢 找了一个半星级酒店 就住去了 星少得便宜嘛 您别看这个酒店 就半颗星 服务呢可太到位了 到了酒店门口 不用自己往里走 有这个服务员呢 用三架给你抬进去 那个行李你也甭管 丢不了 有门童啊 说英文叫 利头兔 翻译成中国话 就是小二 用匾子给你挑进去 住的是总统套房 屋里头生着火炕 国外叫壁炉啊 门口有俩保镖 你出门他就揍你 怕你在外头发生危险呢 服务员 二十四小时待命 晚上到了休息时间 甭管你困不困 就把你衣服给你脱光了 夜里头 每隔十分钟啊 提醒你换一姿势 怕你落枕 每隔二十分钟 撩开你背窝看看 怕你尿卡 早晨起来 甭管你醒没醒 把被子收走 你要想解手了 不用自己去洗手间 有那个服务员把着你 嘴里吹口哨 后天呢就是中秋节 大后天呢就是国庆节 两节连休呢 形成了八天的超级黄金假日 是一年里头吧 时间最长的一个假期 许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呢 都准备充分利用这个假期呀 好好放松一下 缓解平时繁忙工作的压力 怎么玩啊 去哪玩啊 玩什么呀 成为很多人头疼的事情 有人说了 好玩的地方啊 人太多 人少的地方不好玩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呢 我就为您分享一下 我的旅游经验 绝对让您引以为戒 不是 让您参考借鉴 有一个开心之旅 想花最少的钱出国享受呢 酒店一晚上不到十美金 一顿晚饭两美金 唯一的缺点就是 酒店里的服务员 会变着方跟你要小费 不想给他们小费 你就得跟他们斗智斗勻 当初啊 度蜜月的时候 我和媳妇 就去奢侈了一把 一下飞机 拦了一三崩子 让车夫啊 给我们推荐了一个 当地最便宜的豪华酒店 每晚上五美分 据说呀 还是二十六小时供应热水 到了酒店我还琢磨呢 这一天不就二十四个小时吗 难道说这儿的时差 比北京多俩小时 那这儿的人亏大发了 每天上班还不得十个小时 那不然 这一个个累得又黑又瘦呢 到前台交完前 服务员才说明 原来这酒店呢 一年只有二十六小时 雇用热水 今年呢 这二十六个小时 恰巧刚用完 如果想要热水 需要额外支付小费 我心说大不了就不洗了 反正平时在家 我就不爱洗澡 我媳妇问他 说你们酒店卫生条件怎么样啊 服务员说了 当然很好了 给您准备的房间 设备齐全 洗手间有蟑螂砧板 卧室有蚊帐 餐桌有餐饮盘 客室有徒乙龄 老鼠夹子每天换两次 就连走廊里都有 戳蜘蛛网用的竹竿 我又问他了 说咱能换间干净点的房间吗 服务员回答我俩字 小费 我媳妇满目在乎 咱就住这儿了 再脏还能脏过咱们家去吗 和小动物们一同睡到第二天 终于可以出去玩去了 服务员建议我们给他小费 请他当导游 我心说我那么些钱都省了 这钱更不能花了 于是呢 就准备顺着酒店边上的一条河 沿着河去玩去 这肯定丢不了了 能找回来呀 临走的时候啊 我媳妇多了个心眼 就问人家 说你们这河里头没有鳄鱼吧 服务员微笑着回答 放心吧 这里没有鳄鱼 我媳妇还是不放心呢 又问他 怎么可能没有鳄鱼呢 服务员说了 鳄鱼啊虽然很聪明 但是他更怕食人鱼 我媳妇害怕了 问我 说要不然咱还是请他当导游吧 我多会过呀 我坚决不同意 拉着我媳妇就走到了河边 居然看见河里头啊 有几句骷髅 我们俩傻眼了 赶紧回酒店问服务员 河里那骷髅怎么回事啊 服务员说了 他们都是舍不得给小费的人 我和我媳妇吓得马上老老实实 交了小费 请她当导游 拿着钱高高兴兴 带着我们俩出门 临走啊 还跟那个另一个服务员交代 你把河里那标本收下来吧 来客人的时候再用 所以说这个出门在外旅游啊 您可一定记着 入乡随俗 根据我走南闯北的旅游经验 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它独特的习惯 或者是习俗 在咱们中国呀 说是摇头是不算 点头是算 在南亚恰恰相反 印度 尼泊尔 巴基斯坦 孟加拉这些国家 人们相互交往的时候 往往是彬彬有礼的摇头 向左摇头表示赞同 尊重或者认可 都是向左摇头 点头呢 表示不同意 去韩国旅游啊 要特别注意穿袜子 因为你进韩国人家里的时候啊 必须得脱鞋 到韩国这个食堂 吃饭你也得脱鞋 有很多游客 一脱鞋呀 这光辉的形象 顿时就崩了 有的人脚臭 和他一块儿进韩餐 您一直感觉就像在路边吃这个油炸臭豆腐 有的人外表挺光亮的 袜子却是破的 一脱鞋 脚趾头伸出来 打招呼 还有人呢 为了隐藏身高 穿那个内增高 里边那个增高鞋垫 深不可测呀 进门之前呢 是姚明 进去之后就是潘长江了 我就不怕去韩国人家里做客 我的袜子是新的呀 不可能露脚趾头 我的个头也不矮 不用穿增高鞋垫 我的脚也没那么臭 不可能跟臭豆腐似的 就是有一点酸味 不过也没关系 跟他们那个泡菜的味道啊 差不多 他们以为上泡菜呢 所以在韩国没人讨厌我 除了要知道当地的风土人情 还要了解一点人家 其他国家的这个相关法律 比如说吧 在意大利 不允许喂鸽子 德国不允许在高速公路上停车 法国和英格兰呢 禁止在火车站接吻 也不知道什么规矩 莫斯科呢 不让驾驶脏的车辆出行 格林纳达呢 不允许穿游泳衣在街上逛 丹麦 禁止不开车灯上路 新加坡不让吃口香糖 您说这稀奇古怪的法律 这要是不了解一点的话 到时候稀里糊涂的就犯了法了 咱还不知道呢 去巴黎旅游的时候 您要打滴也要注意 别坐在给狗预备的座位上 巴黎呀 这个养狗的人特别多 被称为狗的天堂 狗在这呢 处处受到关爱 也要外出购物 走亲访友 怀里头都是抱着这名狗 为此呢 巴黎不少出租车的这个前座啊 为狗设有专席 司机认为呢 身边有一只名犬 那是吉祥光荣的象征 乘客在巴黎打滴 上车的时候呢 你需要多留神 千万别是一屁股坐狗席上 巴黎我也去过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人家有这规矩 我打车的时候 一屁股我就坐在狗席上了 司机也冲我笔合嘴里 我心说这个法语够原生态的啊 汪汪是不是你好的意思啊 我也回来就 因为我那意思咱新到法国的 学个小狗表示礼貌啊 司机没辙了 摇了摇头 接着开 快到这个主路出口了 该出去了 我赶紧喊 呦 呦 呦 司机啊 回头冲我乐了一下 接了句 Check it now 然后我就错过那路口了 听了我这旅游经验怎么样 还不错吧 不过今年 我媳妇打消了我的积极性 她说了这个八天长假呀 哪都不让去 在家待着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到处旅游啊 胡吃海塞 这两年呢 添了个新毛病 爱闹肚子 可很多旅游景点的这个 卫生间数量有限 在这个旅游黄金周的时候 你根本接纳不了 这么汹涌的旅游人潮 这不是去年吗 十一我旅游的时候 赶上闹肚子 景点附近所有厕所 都排着十里长队 找了半个小时 终于找着一间没人的厕所 这间厕所气派 门口是大转门 进去之后是大堂 服务员一米八零 站在那迎接我 问我 先生 请问您有没有预定 这怎么预定啊 没那么准时 先生 请问您喝点什么 我们这儿有红茶 绿茶 来不及了 您先告诉我 南侧在哪儿吧 先生 请问您是去普通单间 还是去总统套房 总统套房就给总统留着喇叭 我就普通单间 最低消费388元 我吃着你才花20啊 没办法着急啊 认脑袋吧 问他 在哪边啊 请问您是去南侧 还是去女侧 去女侧就把我逮起来了 您是现金还是刷卡 现金 您是付人民币还是欧元 等我完事再说行吗 我带我进了单间了 一个服务生迎接我 长着一八字眉 我一看我认识 说相声的白海南 你怎么不说相声了 跑厕所待这儿了 白海南说了 说相声不够吃的呀 在这儿能吃饱了吗 什么饱不饱的 凑合吃两口得了 我往马骨上一坐 她问我 请问您是用国产手指 还是进口手指 说我自己戴着手指呢 对不起 本厕所谢绝自带手指 戴手指也行 交百分之十五的私指费 还收服务费 怎么着怎么着吧 她又问我 先生 给您叫一足疗吧 再把我从马桶上拽下来 要不然您点手歌唱吧 我这姿势能唱歌吧 你这姿势适合唱静歌 我一想也是 她一放这音乐 我就唱上了 我唱的就是那个 就听话 我说怎么还有人鼓掌啊 我说没人鼓掌 旁边那儿冲厕所呢 您别说 三百八十八块钱 没白话 在这儿节手啊 就是享受 坏了 我禁锢了跟服务员聊天 忘了脱裤子了 我禁锢了